邊境管制在鬆綁 今天起 開放轉機的旅客 後機期間 可以在出境區逛免稅店 購物和永餐 而另外 中國則是又出現了新的病毒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最近發表 中國山東 河南 出現了三十五個人 感染了狼野病毒 患者百分之百會出現發燒症狀 有一半的人白血球減少 三成五肝功能受損 而目前 狼野病毒還沒有人傳人的證據 機關署不排除要納入重點監測項目 七號新增兩萬一千七百七十一例新冠本土個案 死亡四十二例 皆屬重度感染且有慢性病史 這兩個月來 國內確診案例激增 確診數八月初已佔總人口約兩成 代表每五人就有一人確診過 新冠疫情尚未平息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證實 中國又出現新病毒 狼牙病毒 山東與河南共三十五人感染 三十五例有二十六例只感染狼牙一種病毒 百分百發燒 一半咳嗽白血球減少 還有三成五肝功能受損 醫師指出 他與利百病毒屬於近親 利百病毒曾在印度釀死 致死率四成 而感染狼牙後 白血球血小板會減少較為特別 但現在仍難去評估他的致死率 一位動物傳人病毒 研究人員在檢驗血清抗體 發現山羊跟狗分別有2%跟5%陽性 瞿晶 也就是俗稱的前鼠 則高達27% 推測可能是狼牙的天然宿主 指揮中心表示 將建立實驗室核酸檢測方式 將狼牙納入重點檢測項目 記者們 謝祺文綜合報導